天啊 以前王世子都過這種生活 還是高考生 我覺得好可怕喔 歡迎大家嗨對 我是喜娜 我是台灣妞 就是因為我最近在看《王后閃下》這部韓劇 然後我實在太好奇它裡面的歷史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因為它裡面這部韓劇是在講 王子們爭奪王位的過程 然後王子們是什麼念書上課的這個內容 所以我就想說到底以前有競爭有這麼激烈 跟他們念書真的是念這些東西 是否真的生那麼多孩子 所以我就去研究了一下 所以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真實的韓國歷史 王子們他們的教育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內容 首先呢 這個王妃他們在懷孕的時候 那個年代就會有胎教這個概念 蛤 所以呢 根據這個朝鮮時期有一本書叫做《胎教心記》 它裡面就有記錄說這個王后或者是冰妃懷孕的時候 就會請他們開始練習書法 然後要畫畫 就是對他們抬腳的那個過程這樣子 大臣們會定時的念詩書給這些冰妃聽 就彷彿現在要聽一些錄音帶 對對對 就彷彿我們懷孕的時候要聽一些古典樂啊 要看書啊 貝多芬 要畫畫那一類的 就是那時候就有這個抬腳的概念了 而且呢 會演奏一個韓國比較特殊的樂器叫做家野青 演奏這個音樂給孕婦聽 並且呢 就是會禁止孕婦們吃甜食 蛤? 我會生氣喔 應該不是說禁止 應該就是盡量又避免吃甜食 因為根據那個年代的說法 其實這個跟後續的醫學蠻相符的 就是吃太多甜食會 小孩子會過動 對然後會減少鈣的吸收 會影響到 居然那個時代就有這個概念 就是減少鈣的吸收 然後會影響到胎兒的那個腦部發展 但有什麼用? 現在的韓國人不在乎甜食啊 孕婦會喔 孕婦會喔 可是孕婦是因為那個糖尿啊 孕醇糖尿 就是一樣啊 糖分它會影響你吸收鈣 然後就是會影響到嬰兒的腦部發展啊 現在醫學是這個說法沒有錯 可是因為 我講的是 因為韓國現在生出來的小孩子 都會讓他們喝個甜 喔對啦 這倒是 可是欸 我不得不說 我那時候在韓國產檢 跟回台灣產檢啊 韓國對甜食的標準比較低欸 對啊 因為我那時候在韓國就是 每次產檢都一直過關 一直過關就沒事你知道 但是一回台灣立刻說 媽媽你昨天吃了什麼 怎麼這個飆膏欸 我想說 我昨天吃了芒果 哈哈哈 然後 胡思立刻說不可以喔 台灣的水果太甜囉 哈哈哈 可是在韓國沒有那麼甜的水果 對啊有可能啊 我就想 可惡回來 第三次 芒果就立刻被樂力 禁止 這個是當時 朝鮮時期的那個 胎教的概念 我覺得還蠻酷的 再來呢 是這個王子出生之後 他們會遭受到怎樣的待遇 跟有怎樣的教育呢 王子出生之後 一百天 一百天內 會是跟著 就是他的媽媽 親生母親一起生活 可是一百天之後呢 就會離開媽媽 然後移嫁到這個 東宮獨立生活 東宮也就是那個 王后閃下裡面 真的有 就是王子們 獨立生活 你說的去搞 一百天的嬰兒 人家還有什麼獨立生活 真的真的 喝奶 喝奶 他都是一百天之後 就會把他拉出來 自己住在王宮裡啊 對 獨立生活 就是當時的紀錄 再來呢 這個王子呢 他們到三歲以內 都會有經歷一個教育機關 這個教育機關呢 叫做 保養醜 中文是翻 俯養廳 簡單來說呢 就是 輔佐兼養育的一個 教育機關就對了 但是因為三歲以內 其實基本上就是 都還在玩樂啦 所以三歲以內 會讓他們 學一些東西 但其實玩樂的 成分居多 三歲以內的 教育有一些什麼咧 真正開始學 上課是兩歲之後 兩歲開始呢 會進行早期教育 學校經跟小學 小學是什麼呢 應該我們以前有念過 就是儒家教育的 入門書籍 裡面就是會有一些 教你日常生活的禮儀啊 寄一些金魚兩眼啊 這些等等的 但其實我邊吵 我想說兩歲可以學什麼 對啊 健保到現在都不知道 怎麼在馬桶上尿尿了 到底要學什麼呢 到底他還在跑尿布呢 對 我覺得很好笑 算了啦 還會百天都可以獨立生活 一百天之後就離開芭芭 我覺得蠻過分的 就是一定有 就是公女癌 會啦 會有 會有保姆啦 就是公女 所以一定是 這些公女們 從小就服侍她 是啊 然後就像 我們比較知道的一些 生活裡有什麼勒 就像身體法夫受之 父母啊 男女有別 長幼有婿 父子有親 居臣有義 這些 儒家 對 就是儒家 這些基本概念 在他們兩歲的時候 就要開始學習 四歲開始呢 進行真正的教育開始 他們的教育機關 從剛剛講的這個 撫養廳 改成了 講學廳 讓你開始學習 真正的教育 是四歲開始 然後就會學一些 簽字文啊 小學剛剛有提到的 還有五輪 還有大學 大學是什麼呢 儒家治國的書籍 然後再來還有歷史 這些全部都是他們要念的東西 然後呢 還有漢字 也要學 三綱五輪 這些 知能之處一些儒家的概念 王子們每天怎麼學習呢 就是每天要大聲的 朗誦這些書籍 那如果他們看不懂的字呢 就是會有大聲 每天附送給他們聽這樣子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嗎 四歲到六歲的 這個階段的小朋友 他們根本就是 不可能乖乖從頭到尾 都坐在教室裡面聽課嘛 所以呢 通常呢 在上課之前呢 宫女們會準備甜點 給王子們吃 然後通常聽了就過貴 對 而且你知道他是給他吃果糖喔 我的天哪 就是讓他們吃了果糖 等一下就要乖乖上課喔 所以王子們就這樣 是那個果糖 然後就開始上課 就過動 對 就過動 這是當時的教育的方式 然後呢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是 如果大家有看過 王后閃下這個盤劇的話 它裡面有講到一個 很特殊的學習方式是 那個王子們呢 就是為了要念書 各位媽媽們 就在凌晨的時候 把他們叫起來 準備了一鍋冷水 然後放了一堆鹽巴 然後讓他們把頭浸在裡面 醒腦跟可以出鏡的 那個 頭腦的 有記憶力發展 這是在韓劇裡面的說法 泡鹽水 對 泡鹽水 就是韓劇裡面 有演到這個內容就對了 但是實際的呢 不是讓他們醒腦 實際也有泡鹽水這件事情 但是泡鹽水這個方式呢 以當時朝鮮的紀錄是說呢 在王子們上完所有的課之後的 那一天晚上呢 會讓他們泡鹽水 消除他們一整天的疲勞 有點像我們現在會泡澡一樣 有點泡鹽潘域的感覺 有點像泡泡鹽 對對對 這是跟韓劇裡面蠻大的出路這樣子 再來呢 這部韓劇裡面還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陪同 陪同這概念到底是什麼呢 詹詞的例子裡面也有陪同這個東西 就是以王子 他如果只有一群老師對一個學生 第一王子一定會很孤單嘛 然後第二沒有競爭力 因為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呢 就會找尋陪同來陪王子念書 並且呢 就是陪王子玩 其實就是幫王子找朋友啦 找同班同學 對對對對對 找親骨 想想到我女兒 然後通常呢 都會找跟王子同年齡的這個陪同 行為端正比較聰明 然後做事比較謹慎小心的 學生們陪王子一起念書 然後韓國歷史上呢 也有曾經有一位王世子 當時呢一共有15位陪同一起上課 然後他們也是真的就是一起上課 一起玩耍 然後陪王子一起長大這樣子 想必都是一些大臣的兒子們 嗯 對 確實是這樣子 然後之後就可以晉升變成大臣 對就是變成他的旗下的人 那通常王子呢 他在八歲之後 就會被冊封為王世子 所謂的王世子呢 就是未來是當皇上的人選 也就是我們這一部韓劇裡面看到 大家就是瘋狂的想要征 那個王世子的這個位子 歷史上是說八歲就會被冊封為王世子 被冊封為王世子之後呢 就會展開一連串 非常嚴厲的教育訓練 我看完我真的想說 誰有辦法啊 我們來分享一下 王世子他一整天的行程是什麼 他清晨呢 三點起床 每天喔 凌晨三點起床 然後起床洗臉之後呢 會去找當時的王 就是請安 並且呢 因為王起床之後要吃早餐嘛 這個王世子呢 就要必須先在父親用餐之前呢 先幫他試那個餐點有沒有讀 這個是王世子的工作 欸? 居然是王世子的工作 所以讀死王世子沒關係 看來是這樣 但其實這一個part呢 歷史上解讀是說呢 就是要讓王世子體驗 孝道的一環 喔 忠誠 對對對 所以那個士讀這件事情 是由王世子來擔任 再來呢 這個王世子他的教育機關呢 是韓劇也沒有演到的 是那個西岡晚市獎院的一個機關 這個機關呢 真的就是一對一了 因為他就是專佛王世子 不是王子 是王世子 就是未來的王 為他成立的一個教育機關 剛剛講到說 王世子他跟他的父親請完安之後呢 七點到九點有成間的課程 九點到十點呢 吃早餐 然後十點到十二點又要上課 再來呢 十二點到一點吃午餐 然後下午一點到五點又開始上課 然後中間會夾雜的 可能吃一些甜點啊等等的 晚上五點到晚上的七點 又要上課 晚上的七點呢 到晚上的九點呢 這個時間呢 如果這一天王世子 他有什麼學習不足的地方 或者是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這個實際有點像是 深宴的補充課程 留校查看 對 沒錯就是這個概念 他一整天就是在上課 從清晨三點上到晚上九點耶 還是高考生 我覺得好可怕喔 而且你知道我查完 我就跟小玲說 天啊以前王世子都過這種時候 他就說 所以每個皇上都很找死 對啊 他根本就是把技術當兩倍再用 對啊很可怕耶 那王世子他到底一整天上這麼多課 他到底學什麼呢 跟剛剛講的有點類似 就是一些儒家教育的基本概念 然後小學嘛 就是還有我們知道的四書五經 行旗書畫那些什麼 不對都是儒家耶 什麼 然後學音樂 對體育這一塊 射箭起碼 音樂畫畫等等都要學 然後他除了剛剛講的這些 還要念大量的歷史書籍 並且呢 這個王世子呢 他在每天上課之前 大臣們會考他你前一天 學了些什麼 嗯 考試的方式呢 是昨天念了這一本書呢 就是把書本蓋上 然後就開始被昨天念了什麼 就是要把它附送出來 就是要把那一本書裡面每一次 記憶力要很好喔 每一次都把它唸出來 這是他當時的考 我唸不出來就晚上留校差 對對不對 就是這樣沒有錯 好啊 沒有錯 我一定每天都留校差 對啊一定是啊 我覺得好可怕喔 除了把它背送出來之外呢 還要解釋每一個單字的意思 就是要解釋給大臣聽 我以前 我們以前國小還是國中的 國文也很喜歡考詞節 你記得嗎 我記得 我超級無敵 討厭被詞解 而且我還跟老師吵架 對 我就跟老師講說 我寫出來的意思 跟他本來的意思 是一樣意思就好 我為什麼要寫的跟那個 一模一樣 對 為什麼要寫的一模一樣啊 對有這件事 我超級不能理解的 所以老師有逼你們一定要一模一樣 沒有 可是至少要80%一樣 對啊 其實我覺得了解他的意思就很好 對啊 是不是 絕對很過分 所以我就是 沒有辦法當我好 我也沒有辦法 反正他就是要背誦出來之外 然後他要跟大臣解釋他的意思 而且呢 每五天 大臣呢 就是會評斷說 這個王世子 他這五天來的學習狀況 跟他的學習的評價等等的 當然呢 韓國歷史呢 其實有一位最聰明的王世子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我們韓文的發明人 世宗大王 是韓國歷史裡面最優秀的王世子 因為呢 世宗大王他小時候在接受這個教育的時候呢 他每一本書一定會唸一百遍 然後一百遍如果他背不出來的話 或者是看不懂的話 他就會唸三百遍 就是一整天都在唸書 評價好像就是他就是一個天才 那天才就不需要看一個遍啊 少在那邊 他就是苦讀出來的 天才才不需要看一個遍 好啦 可能就是他他就是 天才一變就過目不忘了 天才也是耶 那還是聰明人啦 畢竟他創造的就是韓文字 不要這樣 然後呢就是還有 剛剛提到的就是除了念這些書之外 就是還要學一些音樂畫畫 然後外文啊 起碼設計啊等等這些 再來剛剛有提到就是 每五天會進行教育評價 然後每一個月呢 會有兩次的大考 這考每個月有兩次大考 考試的內容呢 是老師呢會做很多的籤 再放在那個籤筒裡面 然後王世子要從那個籤筒裡面 抽出題目來 然後再開始背誦這個答案這樣子 老師呢會根據王世子講的這個答案呢 會給他一個評價 這也是那個韓劇裡面有演到的 會分五個評價 從那個通略出不方外 方外就等於是最爛的答案 等於是淘汰的意思 大概有幾個 對不及格的意思 這個是真正歷史裡面有講的 我以為只有通跟不通 沒有沒有會分五個 超複雜 然後裡面就是有演到 有一些王子 他們就是完全沒有在念書的 然後每一個都是方外方外方外 裡面有個橋段是這樣 對不及格的 對不及格的 再來是一個我查到一個比較有趣的 其實那個韓劇裡面有演到 王世子通常是由皇后的第一位 而是繼承嘛 對 但是其實呢 韓國歷史上總共有27位軍王 這27位裡面呢 只有七位真的是長子繼承皇位 就其實比例還蠻低的 就可能其他先生出來的吧 其他先生 喔 你說其他的那個嫔妃 對對對 比皇后更早懷孕 喔 對 然後還有的是被殺掉 那也是有可能 或者是比較早逝啊 或者是夭折 或者是他就是沒有辦法 他就是沒有那個 只是他可能沒有辦法通過 一直方外 考驗就在 方外 對等等的 所以其實真正可以從長子 變成皇的目前 歷史上就是九七位這樣 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個 皇后傘下裡面有提到的 韓國朝鮮時代的真實歷史 希望大家喜歡囉 我是喜娜 我是台灣喲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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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那個很特別的 那個樂器叫 是家爺嗎 還是 中文是叫家爺嗎 我的 家什麼情 家爺情 我的中文是這樣寫 可是我有點擔心 那個是念家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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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不好意思喔 家鎖的家 應該是家 好 會那個 幹嘛 Google 好懷孕 可惡 對 我 是